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就是 只要別忘記 我們都不會忘記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都沒有睡好 包括我自己 半夜起來吃安眠藥 不過這當醫生的好處 安眠藥都可以自己開給自己吃 那我想很多人都還等我解釋說 昨天那個轉折 事實上是這樣 這半年來 我們看所有的民調 希望政黨輪替的都一直超過60% 那在最近這一個月 開始下鄉 開始在反倒 特別到中南部 我就發現 那些基層的 不管是農民、漁民 他們內心都有很深層的不安 包括對戰爭的恐懼 還有一些生活上的困苦 那事實上 目前這種台海的緊張 影響到很多基層人民的生活 很多人都一直在跟我講說 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民進黨下來 今天跟明天晚上 拜託大家 這個 甚至有告訴你的親戚朋友 如果接到電話 一定要大聲地說出這個 唯一支持柯文哲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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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個 不好意思 這個從政以來 我聽過 最感動的一句話是 有 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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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董事長在你身邊不用擔心 不是啦 我們搭死不會跑 大家加油 沒有啦 這個我以前在台中看過 有時候我去台中 各務委員會 我看過的 最讓我感動的一句話就是 只要別不放棄 我們都不會放棄 不好意思 那今天換我拜託你們 只要你們不放棄 我就不會放棄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就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OK 好 直接 這個主席會有測口水 阿伯不放棄 我們就不放棄喔 大家不要放棄 不要那麼悲觀啦 我們說明天投出來 我們還是贏的 理論上我們到現在為止都是贏的 OK 我們是贏的 我們是好 我們大家不放棄 我們 bargain 我們再四周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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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